16日有媒体报道 预计出演法政先锋舞的周百豪与黄翠如要被临时换人 男女主角将要重新洗牌 消息传出后随即惹来剧迷的热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据悉黄翠如最近因私人事情导致情绪低落 一直处于闭关中 事实上她已经连续缺席多多公开活动了 之前也曾在社交网上留言说 再见 吓坏了不少粉丝 但就是没有讲明具体原因 有传TVB看见如此状态的她 觉得黄翠如目前无法完全投入工作 所以才将她的戏分坏人 至于周百豪 原本是歌手出身的她近年一直忙于在影视圈拍戏 已经忽略了音乐事业 而她所属的唱片公司决定为她举行演唱会 而早前周百豪才刚拍完了新剧旁观者 现在她要专注于为演唱会做准备 因此有传她音档期未能配合 所以TVB才决定换人 其实上述传闻都未经过官方证实 不过消息一出已经引起很大回响了 很多剧迷都表示不希望换人 重点来了 那到底换人之后 这些角色都由谁来顶上呢 据悉 TVB经过再三考虑之后 最终决定让人气男星 黄宗泽回朝相助 担任男一戏份 而袁伟豪也会是男主角之一 另外还加入了人气小生 洪永诚 至于女演员方面 则有曾经与黄宗泽合作过 《飞虎之雷亭》即战的蔡杰 还有事后蔡思辈 以及近期被受力捧的曾志伟儿媳妇 王敏亦出演 黄宗泽在受访时承认 是因为副总经理曾志伟的力腰 才决定回归接拍《法政先锋5》 这是他时隔四年 再度接拍TVB剧集 黄宗泽表示非常开心和期待 另外 陶子查询了目前关于《法政先锋5》的最新信息 看资料上是明确显示 剧集的主要演员包括有黄宗泽 李嘉欣 袁伟豪 黄翠如 吉周百豪 但就没有蔡杰 侯永诚极王敏亿的名字 到底孰真孰假 相信各位剧迷一定心急想知道了 希望TVB早日官宣吧 点赞 订阅 并点亮小铃铛 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 祝质 老铃铛